孙丽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则视频 在视频中 孙丽邓超夫妻俩在投篮机前比赛 引得周围路人侧目为观 邓超在比赛过程中一直出手阻挠孙丽 导致她比分落后 孙丽健壮拿着一个球想朝邓超杂趣 场面让人忍俊不惊 孙丽还对着邓超大喊 你走开 你的球把我的球挡住了 邓超嬉皮笑脸的回答 我走不开啊 我太崇拜你了 夫妻俩如此恩爱的场面 简直羡煞旁人 你的周围路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你走不开 你球把我打出来了 我走不开啊 我好崇拜你 你不老 邓超孙丽算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 结婚这么多年还依旧恩爱如初 众所周知 邓超和孙丽通过电视剧幸福像花一样结缘 两人在2010年结婚 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0年间夫妻俩孕育两个孩子 儿子取名叫等等 女儿取名叫小花 一家四口的生活非常幸福 孙丽曾发文分享婚姻生活 她说自己和邓超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邓超喜欢吃辣 而她也是精淡 邓超喜欢每天和人聊天 她喜欢安静不说话 邓超爱喝冰咖啡 而她却爱喝热茶 就是这样完全不相同的两个人相爱了10年 邓超为孙丽做了很多改变 不管是在性格上还是生活上 两夫妻经常在社交网站上秀恩爱 当然他们秀恩爱的方式也别出心裁 并不是亲亲我我 也不是甜言蜜语 只是夫妻间的一种互损 打情骂俏的方式进行 让人们在自理行间里就能体会到 两个人生活的日常有多么恩爱 浏览孙丽的社交平台 她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就是家庭 只要有时间 孙丽一家四口就会集体外出 有时候去旅游 有时候则是下乡农作 这样的生活好不弃意 前段时间孙丽带着邓超和两个孩子 去田地里挖红薯 照片里的邓超对着镜头展示自己的成果 而孙丽在一旁笑得非常开心 父亲俩身上都散发出浓浓的烟火气 等等和小花受到父母的感染 也在田地里十分卖力的挖红薯 一点新二代的交情也没有 这样的生活真是让人羡慕 有时她还亲自开着小三轮车 在郊区运送蔬菜瓜果 光看背影 跟普通的农妇几乎没有一点区别 生活中的孙丽几乎没有任何一人包袱 跟邓超过二人世界时 俩人跟普通的小夫妻没有半点分别 该逛街就逛街 该吃路边摊就吃路边摊 无惧路人的偷拍 也不害怕影响自己的形象 最夸张的一回 甚至还曾有网友在一家麻辣烫小店 偶遇邓超夫妇 从照片上来看十分接地气 完美地融入了人流中 怎么样 孙小姐平常在家 你先生在家里地位怎么样 好好说 好好说 不仅如此 孙丽也曾经在节目中 无意说出自己在家 两次说得太自然了 不少网友都感叹到 好甜呀 前几日五哈第二季播出 邓超就在节目中学习了做表表面 节目播出后 孙丽在微博上 晒出邓超金字给家人 做的西安特色美食 表表面 还给出一个还不难吃的评价 只要在娘娘发的微博下方 一定会看到邓超的评论 看到她的评论 莫名感觉很甜蜜 那一句 因为小朋友和你可能吃不惯 感受到了满满的宠溺感 看着这家人幸福的样子 着实让人羡慕 祝福他们以后的生活 可以越来越好 也期待孙丽和邓超 更多优秀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播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